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啊 花龙洲啊 呸 我呸 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 台湾90几% 97%的人 都是大陆来台湾的人 那台湾一直到此时此刻 从明正 明朝正成功到清朝 到国民政府 一直到此时此刻的今天 都是中国的领土 中间只有50年 是被中国政府割让给日本 可是1945年 已经日本跪下来 交还给中国政府 所以台独 你不想做中国人 也没有人稀罕 这个 台独有种 有种 第一 你到叶文来辩论 第二 赶快拜托 叫蔡英文 赶快独立建国 不要等 不要躲 不要闪 赶快 独立建国以后来逼我们做 台湾人 台湾 共和国的人民 好吗 那台湾此时此刻 为什么沦落到 主要的主流民意 都这么反中 都不再敢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都要抱着美国的大腿 到底出了什么事 民进党干了什么 国民党又干了什么 国民党最近提出来的两岸论述 到底包藏祸心 还是只是单纯 Nodule 到底是没有灵魂 还是因为脑残 到底是没有人格 还是被阻弃中 到底怎么回事呢 背后 有没有美国这个营武者 中国最近的苦难 好像每一次 美国不是闭上关 就是背后捅刀 哪一次不是 钓鱼台不是你搞的 什么事情不是台湾内部 今天搞成这个样子 美国在旁边 有没有笑呵呵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到底台湾应该怎么走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是 董哥董志森 大家好 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 志森好 大家好 国民党四大支柱 四个傻柱我觉得 最近当然 主要在骂的人 第一个在场我们三个人应该都会骂 我骂得非常凶 我用了两集来骂 然后国民党前主席 洪秀柱说 一个政党如果一位考量选票 不顾理念跟中心思想 会被扫入历史 国民党应该详加解释九二共识的核心意义 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一个中国 也不敢谈统一 那九二共识就是解放 洪秀柱就是在帮国民党遮羞啊 你懂吗 因为国民党不敢说我是中国人 不敢说我要统一 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 我是中国人 而且我要统一 敢否认的人站出来 try go 跟我PK 所有的历史文件都在那里 我们已经讲很多了 前总统马英九他也说 虽然被污名化 但是在他执政任内不管论述 不是论述 而是透过九二共识去实践 所以他也是跳出来骂 连战用发表声明说 九二共识的价值不能抹杀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王玉敏说 哎呀现在改革委员会的两岸的论述的内容 是原则性的还不是定案 玉敏委员 亲本家人 真的 这个你国民党你端出来东西你不是定案的 你端出来干嘛 幼儿园吗 还不是定案 这当然就是他也只能缓家 不然他说文传会主委怎么办呢 他说未来党主席江启成会继续倾听各界意见 找出党的两岸共识 国民党息息税好了 江启成自己讲说他 他是要亲美 友日 和中 我告诉你 呸 好 林玉芳 这次就是林玉芳搞出来的 改革委员会两岸小组召集人林玉芳 林玉芳我帮过他非常多 当所有全台湾的媒体都在抹黑他的时候 他选立委的时候 只有我用节目播出真正的事实 可是林玉芳啊林玉芳 读书人啊 他说这只是出稿 有人在公布出稿的吗 你公布的时候有说出稿吗 出稿你公布干嘛 有些地方确实没有很周延 一定会再修 九二共识没有抛不抛弃的问题 要让他发挥作用 并且跟一中各表八个四连在一起看 赖世宝讲了真心话 他说国民党连续败选轻轻轻动摇 所以当然会找九二共识做代罪羔羊 党中央把九二共识的未来性否定 或者是抹灭都不是睿智之举 如果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基本架构 就全盘推翻 那你国民党跟民党有什么差别 四根 四大支柱 四大傻柱 我觉得 所有的东西 之前我们讲过了 用 坚持 中华民国主权 这跟两岸 跟两岸关系有什么关系 还要恢复 在联合国的合理地位 那你是要台独了吗 然后用自由民主人权去骂大陆 说政治意识形态不该是侵犯人民自由的借口 大陆不应该借由反台独之名 强迫两岸的台湾民众跟企业表态 好像不是耶 大陆没有耶 可是大陆的消费者 有没有权力 抵制台独的艺人 台独的企业 当然有 但是台湾不是一天到晚 在逼台湾人民 跟台湾企业表态吗 国民党你人在台湾 你不教训台湾的执政者 你在干嘛 他还讲耶 哎呀 大陆应该放弃对台武力威胁 要减少军舰军机绕台行动 委员 国民党 他怎么了 我先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个 国民党所推出的所谓的改革的第一炮 也就是两岸政策的新论术 他主要的是谁搞出这一套的 几个重要的人物 第一个 是国民党的前主席叫 朱立伦 朱立伦一直喊说 要尽快的把 亲中的标签给撕下来 对 而且这一次朱立伦 是力挺江启成 第二个核心人物 就是现在国民党的主席 江启成 江启成根本就是一个 靠着 靠着他的岳父 刘胜良的提息 然后抱紧了马英九 金谱充的大腿 然后在政治上一路上来的窝拉费 他做新闻局长跟在立法院当立委 你说他有什么表现 毫无表现 而他现在蒙上了国民党的主席 他只能走的是媚俗的路啊 好这第二个第三个 就是连战的宝贝儿子 连胜文嘛 他现在是国民党智库的 等于是负责人了 他是副董事长 但是实际上在负责 造极的人就他 好第四个是谁 第四个就是刚才之前提到的林玉芳 林玉芳是这一次两岸政策 论述小组的造极人 所以这四个人 我把责任归属讲好 其他的 不管是亲朋家人 奈何从贼 还是亲朋好兰儿 奈何从贼 我们把责任分清楚 四大扣 最亏或少 这四大扣 好 那现在江启臣一看到 社会的反应很差 国民党内部的反应更是强烈啊 甚至可能从此断了国共论坛的路 使得国民党相对民进党 在整个两岸政策上的优势 完全荡然无存 而且被批评 国民党的表现 没了主心骨 没了顶梁柱 没了党魂 这个国民党已经成为孤魂野鬼 他紧张了 所以要去找前任的党主席来帮他背书 现在表明不会去的 第一个连战 连战不但说不会去 连战有完整的论述 说明他不同意于 将这一次所提出的两岸政策的论述 第二个是马英九 第三个 第三个是吴敦一 吴敦一也就说了 那第四个呢 吴伯雄现在虽然在考虑中 但是我所了解的 应该也倾向不去 因为担心去了 就等一帮 江启臣这个论书背书 就完了 对 那唯一要去的是洪秀柱 洪秀柱不是支持他 洪秀柱担心 去的话可能蒙上乌云 所以在昨天深夜 赶快的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表明 国民党不断的做选举上的设想 将来不要九二共识 势必要使国民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面 洪秀柱千万不要去帮江启臣背书 没有错 千万不要一事英明 我会跟洪秀柱讲 真的千万不能去 所以现在唯一的 唯一的要愿意 帮江启臣背书的 只有一个人叫朱立伦 吴敦亦还为了这个事 非常的烦恼 本来今天我们录影这个时间 要愿我好好的 畅谈一下心事 但是我说我要参加之前的节目 没有办法去 我要订阅时间 邱伟为了我们的观众 牺牲了跟吴敦柱的辟式秘谈 你看他多重视我们的观众 那朱立伦他的背后跟 跟江启臣的背后 其实是很接近的吧 所以我就要颇浅抽丝了 我刚才提到四大扣 四大扣里面其实最关键的 那就是朱立伦 江启臣 跟林玉芳了 对 而至于延胜文呢 严格来说 虽然也跟他们在四大扣的范围里面 但是连胜文是一个 反正你说什么 我跟着你走的这样的性格 他不懂 对 所以我现在讲 他们三个人 朱立伦 江启臣 林玉芳 都有同样的一个连接点 这个连接点 那就是美国的中情局了 朱立伦是不是美国中情局的人 其实他也没有否认过啊 因为在维基解密里面 早就把朱立伦的角色 讲得清清楚楚的 他是美国特别要保护的人啊 而且朱立伦常常跟维基解密 泄露了很多台湾内部的一些 一些事实非非吧 不是维基解密 他是跟美国AIT谈的时候 谈了很多 然后AIT就把它写在档案里面 对 后来被维基解密 维基解密就解密这些档案的时候 就解密出来了 对啦 所以公布于让大家知道的是 在维基解密里面 看到这样的内容 他是跟AIT讲的 那江启成呢 其实在纽约读书的时候 其实也是 也跟美国已经早有密切的接触 但是因为他不出色 所以美国一开始 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只是他回来之后靠着岳父 那攀上了金普充马英九 后来才平步青云的 才渐渐的变成 美国要积极在台湾培养的标的 那至于李育芳 在美国维基利亚大学 练博士的时候 那早就已经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好得不得了了 但是我还有个疑问 我说为什么宋楚瑜 特别喜欢李育芳 后来终于知道了 因为宋楚瑜的指导教授 是中情局的副局长克莱恩 所以基本上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同出师门 同一师门的边缘 所以彼此看彼此都顺眼 邱委员 你这个讲法是很尖锐的一刀 因为我需要剥茧抽 是让大家了解 接着我要谈实质的内容 其实在这个国民党两岸政策的论述里面 四大根傻柱子 我们先谈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就是九二共识 国民党怎么去认定 去定位九二共识 如果说我们任何一个政策 它有过去式 有现在式 跟未来式 很明显的国民党只肯定 九二共识的过去式 但是他认为九二共识 在现在里面已经没有空间 已经没有立足点 也没有需求 所以它不是现在式 那不是现在式 当然更不是未来式 所以站在国民党的角度来看的话 九二共识只是过去式 所以它应该留在历史里面 它不是现在式 它也不是未来式 所以国民党是要扬弃九二共识的 当然国民党比较滑头 所以在里面显得比较模糊 比较暧昧 没有直接说不要九二共识 但是它的意思讲得非常的清楚 九二共识就是留在历史里 因为它是过去式 来我帮邱委员解说一下 因为那天我们就讲到了 国民党现在有个前言 说民进党抹黑九二共识 然后如何如何 然后中共呢又讲一国两制 结果就造成社会大众 对九二共识的误解 再加上香港反送中 就让台湾对前途更茫茫恐惧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四根柱子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邱委员讲 这里面九二共识这个不好 那个不妙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所以我们就推出新的东西来 那九二共识的内涵 不就两件事吗 邱委员国民党 他不要九二共识 其实是不要这两件事的哪一件 他是不要我们是中国人 九二共识 里面两个最主要的精神 两个最重要的内涵 一个叫一个中国 第二个叫做两岸必须以统一为谋求的目标 统一为目标以及一个中国 这个是九二共识的基本的内涵 没有这个以后 那就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了 那至于所谓的一中各表 那只不过是1992年 双方之间在香港会谈以后 为了事务性的协商 为了文书的往来 所做的过渡性的看法 而这一过渡 当然就过渡了快二十年 二十几年的时间 总不能说到现在 还继续了再过渡嘛 好 那现在不要九二共识 那就是不要一个中国 那就是不要统一了 那我请问你 你不要一个中国 不要统一的话 那大陆怎么会允许你继续的一中各表呢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好 那他你们又提到 要大陆承认中华民国 要大陆让台湾加入联合国 那我请问你 你不要统一了 不要一个中国了 那大陆明知你要搞台独 要搞独台 要搞华独 华独是 洪秀柱已经直接说出来了 好 那我为什么让你提拔你 让你加入国际组织呢 让你进入联合国呢 进入联合国 你除非已经独立建国啦 是没有错 另外一个就跟香港一样嘛 对对对 你接受统一嘛 所以就产生一国几席嘛 这个过去的老苏联是有的 还有这个大陆对香港 也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是那就是一国之后嘛 没有错 所以你首先你必须要以统一为目标嘛 完成了统一这个事就好谈了 对 所以你今天你既然不要九二共识 就是不要统一 不要一个中国 那你还谈什么加入联合国呢 还谈什么要国际空间呢 还跟什么要大陆承认你的主权呢 那你不是让大陆承认你台独吗 放纵你台独吗 放纵你独台吗 放纵你华独吗 所以国民党这四大之处充满的乱注 根本就是相互矛盾的 董哥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搞出这些东西来 其实他最大的关键在 在于因为国民党输得太惨了 那他发现说 他在选票上好像跟很多年轻人 就是隔离 那年轻人他不晓得年轻人最主要是读 对啊 那为什么会读呢 当然就比较克刚跟媒体 克刚每天在闹 然后在媒体再跟你洗脑 那国民党没有去推敲这一块 他变成说今天 年轻人得到读的票 那我们就跟他读 他就其实是往这一步走 可是不敢大声啊 所以我们节目其实已经批评过很多次了 如果你国民党要走这一步 告诉人家我跟民进党很接近的话 那你是山寨民进党 谁要停你 你觉得这四根柱子其实就是 口号而已 就是毒台或华毒对不对 就是口号啦 弄很模棱两可 那你会发现说国民党 因为输了险战以后 他就丧失了他整个价值 中国国民党最可贵是怎么样 是中国两个字 我觉得他不配 我请中国国民党 把中国两个字给我摘下来 你不配中国这两个字 因为 中国国民党推翻了反清政府 然后让整个中国 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然后让整个 五族 大家能够认同这块土地 所以我觉得他的伟大就是 孙中山那时候领导的这场革命 经过了十次 所以他叫中国国民党 那现在国民党连这个都有人在讨论 我们把中国放弃 然后现在走的路呢 现在走的路 其实就是刚刚之前所讲 引蓝那种独胎的香话 为什么 他要年轻的选票嘛 所以他说我要跟着时代比较符合 跟着潮流一起走 他不晓得 那请问一下 你2018年离现在也不够一年半啊 2018年你为什么可以赢了 15个县市的选举 15个县市的选举都大赢 由韩国瑜那场选战 高雄市长的选战来看 为什么可以 因为你那时候有信心 有论述嘛 韩国瑜的信心跟论述在哪里 在于 他那时候飞舞是九二公司的大企业 九二公司要怎么样 要后出气人进来高雄花大财 这就是最简单的语言 其他讲的是怎么样 就是那时候连帐跟胡锦涛 他们那时候共同的 素服的语言是什么 两岸合作一起来赚世界上的钱 我在场啊 我当场动容 我想说这就是最简单的语言 那你今天国民党 因为一场险战你失掉信心 然后自己就开始方腔左板 否定自己 你忘了民国照照 然后我们看到了北华康人 大家一起同心 让这个国家更坚强 让很多人民 过得更好 可是国民党自己难道没看到吗 国民党的变 我觉得是从蒋经国 晚年健康不行以后 开始就已经一连串的一个 独台的运作 从李登辉以国民党党主席之尊 从党内列解了国民党 一步一步一步一直到今天 今年一月份大选结束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后 你看到国民党那个时候 从上到下所讲的话 我就已经知道今天的结果了 我们早就说了 他的青壮派 他的年轻国民党立委 民意代表 党主席讲的话 都是这样子 从朱立伦到江启臣 全部都是这样 你看 这个 这个不是隐晦哦 他是公开 因为你搞政治的人 你不知道这个 这个字什么意思吗 你每一句 每一次都紧扣着 你要搞华读 或者搞台读 这个路 然后要强迫 然后他走了路跟民党一样 民党就是我用民主 我来打你中国的民族主义 国民党一样啊 第二个就是用民主啊 说我台湾很民主很自由啊 嘿嘿你们有香港 你们打压香港的民主活动 不要脸耶 然后他还说 你李文亮如何 这些东西还要求中国大陆 加速政治改革 落实民主法制 我的天啊 国民党是脑残还是坏 国民党是窝囊 一个人有没有人格 一个党有没有党格 其实不是在顺境的时候 能够看得出来的 通常是在逆境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 真正有没有人格 一个党有没有党格 所以国民党今天他说 因为国民党败了两次大选 所以输怕了 因为输怕了 所以必须要 让年轻人喜欢国民党 要年轻人重新认识国民党 让年轻人接受国民党 所以要顺应台湾的民意的现实 你从这里就看出了吧 如果照国民党 现在这个窝囊费的一个想法 那孙东山不要革命了 因为孙东山革命的时候 从一开始 角五战争结束 那个时候革命 根本就是一个 把脑袋绑在腰带上面的事情 就掉脑袋的 不要革命啦 你根本是非法掉脑袋的 那不要革命啦 好 当年中日之间刚开始发生战争的时候 一败再败 到了最后连首都南京都被日本军队占领 在南京大屠杀杀了三十几万人 那我请问你 以那时候的现实 如果输了就怕 那蒋介石应该雄方金会啊 跟日本人投降啊 不是这样吗 我们应该整个中国 做日本殖民地就好了 是啊 所以我为什么举 孙中山跟蒋介石这两个人 因为一个是国民党的总理啊 嗯 一个是国民党的总裁啊 总理跟总裁 如果你现在今天如此之窝辣 没有人格 没有党格 然后就媚俗 顺应的年轻人 年轻人说叫你贵你就贵 年轻人说叫你哭你就哭 你一点都不懂得要引领潮流 风俗厚薄 气乎一二人心 风行朝眼 连这道理都不懂吗 你国民党不懂得带潮流 你只懂得在后面 依附着潮流去做 媚俗的摇摆的稻草人 我请问你 你这样的国民党 你还有办法跟民进党争雄吗 所以郁牧民说了一句话很对 他说啊 现在台湾没有兰 只有大绿跟小绿 大绿是谁 大绿就是民进党 小绿是谁 就是民进党的付水组织 拿香跟着民进党败 做民进党跟辟虫的国民党 江启臣还说 不要再把国民党讲成是小绿 我们是正兰 你听着窝囊废讲这种话 郑南讲孙中山 蒋介石还叫郑南 你是郑南 你就说你是中国人 而且你追求统一 不然你给我滚 郑南 我呸不呸 他说我们是走回正统的国民党路线 然后他们还怎么样 他们还把蒋经国拖出来啊 记得吗 国民党说 蒋经国就是亲美反共啊 既然蒋经国亲美反共 为什么我们不能亲美反共 我觉得蒋经国他的棺材板都要跳出来 被你们这样搞 那蒋经国还提了李登辉了 所以李登辉也对了 所以李登辉继承蒋经国了 这样什么话 还说九二共事变不是国民党变 是北京当局跟民进党 要不要脸 北京对九二共事 从头到尾 从1992年到今天没有改变过 是不要脸的台湾当局 每换一次政府就改一次 是你国民党不要脸 董哥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我刚前面首讲 就是要讨好年轻人嘛 为什么国民党这么多窝囊费呢 因为他们被选战打趴啦 打到自己都没信心啊 他不晓得过去有多少选战 董哥 董哥我请教一下 2008年马英九狂赢 就是九二共事啊 但是他为什么不敢正面在台湾 对决民进党的台独 为什么他不敢改教科书 为什么他要去修八天余一 为什么他每次都碰到绿人他就跪拜 其实就是我们 我曾经在节目上讲过了 其实就是外省人的悲哀啊 外省人的原罪 原罪 因为他怕这个怕那个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到 换视频这些人 就是那种外省人 为了表示 表示我是很台湾的 所以我就要隐隐有点 有点独派 有点绿色的那种那种样子 那这个其实是真的就是 他的原罪变成大家的悲哀 就会这样 那马上九那时候为什么不敢提 比如说大宗资政 在中间然后被纯水扁 弄了牛头不敢改回来 改回来会有很多人抗议啊 会怎么样啊 很多人会变成说我好像 我好像没有那么爱台湾这块土地 所以你都会帮马上九 选台北市长说 这马上九是不是吃台湾水 大了呢 是不是喝台湾水长大 是不是吃台湾米长大 要替他加值 表示他的台湾色彩 他们都在玩这一套 那其实哦 就刚刚我们你开头一讲了 台湾人97%以上都是中国人 包括原住民都是中国来的 原住民都是中国来的 从DNA证实了原住民跟所谓的南岛羽族 他的原始来源都是中国的百月 是 这是DNA证实 那我们就好吧忽略吧 就是就说不要不是好了 好那也有97%啊 是啊所以哦 其实他们现在不敢承认了 就是说其实我们两岸 过去为什么国民党可以打这么多场 险战都赢得这么漂亮 可是你赢了以后 你也没有真正把一些正确的观念 让大家知道 譬如说课本 有没有把它改回来 外面人都标签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一个大宗渡政 他是一个那时候讨论非常多次 被陈水扁杜渡政政把它改 改由自由广场 你有沒有把它改回来 那时候大家都要改回来啊 说会有冲突会怎么样 那你怕这个冲突怕那个冲突 你如果执政的样样都怕在野的 那你等于是在执行在野的东西嘛 执行民进党的政策嘛 那我选马英九 结果马英九执行民进党的政策 他除了九二共识 他稍微有点坚持以外 其他他全部全盘让步啊 他现在在野他讲话很大声啊 他执政的时候呢 所以你看最可怕的就是怎么样 现在这国民党 所有有权力的这些公职 立法院这些 他们几乎就是那种一败涂地的想法 很多事情都不敢大声讲出来 他们只想赢 他每天都在算票我怎么样过犯 但这一群台独的选民 难道今天形成这个样子 不是国民党也是共业吗 自己把选民本来台湾80%是支持统一的 是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 甚至90% 一步一步一步 我每次投票给国民党 每过四年 结果台湾支持统一的人 自认为中国人就更少一点 不是你国民党造成的吗 不要脸的一群闹种东西 来九二共识 中国大陆当时1992年就讲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 这大陆讲的 台湾当时是用国统纲领 国统纲领讲什么 前言里面讲 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 然后国统纲领里面的原则 解说大陆跟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 促成中国统一 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这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 自己写下来的 这群不要脸的东西 这是你自己讲的 你竟然否认吗 好 那现在呢 台湾从国民党到民进党 都把港独 都把去年2019年香港的暴乱 说是香港的民主运动 国民党这一次 两岸的四根柱子 他写了 香港的民主运动 你中国大陆打压 那民党更是鼓动 给很多资源 好了他们现在已经搞了很多港独人来台湾了 想要拿台湾的身份证啊 有些人已经拿到了 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 现在已经定居台湾 而且不知道哪里搞了钱 弄开了 继续开了铜锣湾书店了 他怎么讲呢 6月20号他在台湾出席一个香港抗争展览 现在香港叫做香港抗争 在台湾到处搞展览 他说光复香港 不一定是地理位置上的香港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别的地方重建香港 共产党明显要把香港收回去 香港要反抗的话 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我们也看到年轻人受到伤害被消失 他讲话跟放屁一样 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香港 什么叫做把香港收回去 你香港独立了吗 不要脸的东西 有年轻人受到伤害被消失吗 不是警察被受害吗 然后接下来更恶毒的 跟台独一样的 他说都是把中国比成希特勒 明明是帝国主义 法西斯是希特勒 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 后来离开德国的犹太人 重建了以色列 这个国家 这是很好的历史经验 对香港人是非常大的启示 如果往这个角度去想 光复香港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媒体就问 台湾是不是最适合光复香港的地方 我的妈呀 台湾要变成是荒地 要让香港人来开垦啊 然后他说目前看起来是 但他说台湾也有不稳定性 因为台湾这个土地也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 就像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他们的想法很有可能就是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这在栽赃咯 在台湾只要不支持港独的人就是被中共收买的人 这些不要脸的下三蛋的港独的这些人 你跑来台湾要求 台湾政府有没有给他钱 因为陆委会说我们会有一个办公室支持香港人 那媒体记者说你要给他们多少钱 要供奉他们哦 要给他们生活费用 要支持他们多久 你有多少预算 都不讲 所以这些人要在台湾重建香港这个殖民地 所以我们台湾要变成一个殖民地的殖民地吗 所以看着真的非常的感慨了 我啦 小董啦 志贤啦 我们虽然年纪还有一点差距 但是我们从小长大的时候 我们谁不是恋 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们谁不再说 21世纪期待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凤飞飞唱的我是中国人 可以说当时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哼上两句的歌曲 可是到了今天 还有玲珑基上的王八蛋 讲说什么样的对国家认同的不同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人了 难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吗 好 你一个玲珑基在香港 香港早在1997年就回归了 你不是中国人吗 你玲珑基不是中国人吗 这种人的背后 就是屈从于西方的缓伐势力 拿了人家的好处 拿了人家的甜头 要来颠覆香港的 要来破坏香港人与中国人的情感的 要来撕裂中国的 要来搞分裂的 好 先来跑到台湾了 然后在他铜锣湾书店 在台湾开幕的时候 灌溉云起啊 这个蔡英文 苏贞昌都捅他的场啊 他何德何能 以他这个窝囊费的样子 你看那个样子 就是一个非常猥亵 非常窝窃的人嘛 他在大陆内地 他是犯了很多的罪啊 他本身就是一个刑事犯罪者嘛 然后摇身一变 说要搞打港独 还要到台湾来光复香港 你要把台湾弄成跟香港一样 蒙面黑衣模 到处放火 到处打人 到处杀人 到处抢劫吗 你认为香港 现在被抓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觉得 没有刑事犯罪吗 这些人 没有破坏香港的秩序吗 没有把香港本身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 搞到现在 被他搞得土崩瓦解吗 所以这种人非常的无耻 和众人很多 黎智英不也是吗 你另外的像黄秋生 想到台湾来 他已经来了 对了 来捞金的 不是吗 都是啊 来拿台湾身份证的 黄秋生啊 这个林荣基啊 台湾 没有台湾身份证 这种东西啊 我们这叫中国的身份证 好吗 我们是中国的政府 只是中国现在因为内战 所以两岸分治 所以你们不想做中国人的趁早滚 你看啊 林荣基 我们要做殖民地的殖民地吗 林荣基都 今年都大65岁 他是民国44年出生的 所以他今年65岁 他被英国人统治43年 因为回归22年嘛 这43年的前面啊 香港被英国人统治156年 有28个港督 那时候已经40几岁的林荣基 请问你有没有抗议过 有没有说我没有民主 没有啊 所以这些人是怎么样 这些人是因为在中国大陆 他有一些犯罪 他不满嘛 那跟 跟那个嫖妓的那个一样 那个嫖妓的 抖来台湾抖三个月你知道吗 那个香港的英国领事馆的雇员 他跑到大陆去嫖妓 结果被抓了 然后他就说哎呀 因为我支持香港 反送中说你抓我 你说他跑到台湾 他跑到台湾抖三个月 又从这边转去英国 寻求政治批负 不要咧 英国要批负一个政治嫖客 那个姓郑 活该 但是你今天看到很多人就借着这个 用来玩他的季养嘛 那这些香港人 我觉得他们有些搞不清楚 他不晓得 民进党 蔡英文在选举前 他是很需要跟 欧洲这些 美国这些帝国主义 在那边唱和 所以他们 很需要香港这些人 黄志宏也欢迎你来 对不对 那 黎智英你也帮忙我 那林隆基也一样 现在选后已经不一样了 选后你看今天台湾 我们新闻界最大的新闻是什么 苹果日报裁员144个 苹果日报的老板是谁 黎智英 对啊 他现在 能在香港连 过来台湾都不能来 因为他被限制出境 但他可以裁员 他人不能来但他可以裁员 但他个人在台湾炒作土地 是 个人赚钱公司赔钱 光内服就28亿 所以呢他自己赚钱 可是他裁 公司赔钱就裁员工 非常狠啊 那 因为他知道在台湾你只要有媒体 你讲话就大声 政府就要让你嘛 政府就要给你各种好处嘛 就会这样 所以民进党非常知道 我怎么收编 收买台湾媒体 台湾媒体现在九成以上 是挺民进党挺立 挺台独 所以整个缓送中一片倒 那时候只有我们节目每天在集乎 说这个完全没有公益啊 那么多警察 有人被石头猴砸死 为什么台湾媒体不报 有人 因为他只没有挺反送中而已 他被浇上汽油点火 你们为什么不报 你就看到台湾媒体之洞漏 已经变成是畜生犯的媒体 台湾媒体在报反送中的时候 95%是畜生犯的媒体 所以我们的节目就被从电视台下架了 在六月底 你看反送中六月开始 我们连续讨论反送中 好多天每一天都谈 结果月底就结束了 是啊 因为我们讲法 只有我们讲的才是真实的啊 对不对 那你今天看到了 那些帝国主义跟着蔡英文政府 然后因为那时候是个选举的概念嘛 就配合这些香港的人 然后下去一直炒作 炒作到蔡英文显赢了 我那时候知道大事不妙 因为媒体抓到一个假的东西 一路坐下去嘛 所以我那时候讲的韩国瑜 这一次完蛋了 那时候我们节目也讨论过 那现在 这些香港人认为说 我们对蔡英文大公意见啊 他们现在是要来 拿后卸啊 对不对 所以有人帮他开书店 然后有很多人就进来 我去塞牙红 反正我现在不嫌疾啊 对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是拿台湾人的纳税钱 然后还是会给这些香港黑衣模很多好处 每个月吃喝拉撒税 帮你找工作 读书什么东西 但是你想要那么多 不会让你以己以求啦 对 一等到下一次还有下一次选举吗 那这些台独跟港独河流 你知道会有多么的没有人性 多么的凶残丧心病狂 来看看我晚上就打开台湾的电视 就会看到这样没有人性的说法 说要炸掉三峡大坝 来听听看 很多人就说 如果台湾要打中国 就把锁定三峡大坝 我们的云风飞弹 把三峡大坝炸个洞的话 那整个长江下游都完蛋 我先讲一下 联合国的规定吗 不可以 不可以打 对 核电厂 电厂大坝是不可以打的 我给你报告一下 但是 那我们也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嘛 你说意思 我们可以违反联合国的规定 是不是 我们不是联合国 他制裁我们怎么 主要是呢 台湾最近的政论节目 已经常常在谈三峡大坝 因为大陆现在各省都 下了非常大的雨量 很多地方都淹水 有洪灾 所以其实大陆的同胞 今年是很辛苦 可是有人在这个时候就要造谣 声势 污蔑 然后再讲 哎呀幸灾乐祸 你看啊 三峡大坝要垮了 来 6月22日大陆各个地方 从广西广东贵州很多地方 四川 从庆都淹水 长江流域的迅期又开始了 然后说三峡大坝水库的水位 接近147公尺 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2公尺 所以呢台湾这边开始在炒作说 三峡大坝是当年1990年代盖的三峡大坝 找那个很成就啦 当时没有想到极端气候啦 所以会溃题 一定会溃题 这个人他们有找到这个人 这是现在住在德国的 他过去是中国国土规划专家 叫做王维洛 他说三峡大坝的防洪功能根本没有用 长江中下游的居民要尽早准备救生装备 拟定逃跑路线 一旦溃题洪水会一路冲到上海 出海口全都完蛋 说三峡大坝溃题24小时南京 水就到南京就淹没整个南京了 那这个谣言已经出来很多次很多次了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的副秘书长张伯廷说 这个说法纯属恶意炒作 针对三峡大坝变形的不实传言 去年我已经澄清过一轮了 6月12日一条官媒一条 有一条在网络上面疯传 在手机上面到处疯传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标题叫做官媒证实三峡大坝变形 然后还说水力部喔 大陆的有一个水力部喔 说要做好防大洪水的准备工作 然后这一看就知道是假消息 但很多这种假消息在大陆的网站上面传 你看你看你看他长这个样子 水力部喔 水力部是大陆的吧 是大陆的官方的单位 他说做好防大洪水的准备 他说官媒证实三峡大坝变形 然后下面有一个黄晓坤先生 福建宁德说宜昌以下跑 最后说一次 然后结果 然后还讲说 这个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黄晓坤是研究院 哇好高大上啊 建筑科学研究院 可是你搞建筑的跟搞大坝的 是两个不同的专业耶 那这个黄晓坤后来出来澄清说 我是做房地产建筑的耶 跟三峡大坝跟水力工程的 没有关系 而且我也没有说这句话 所以你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呢 网络上面就是这样说 这个有用一个Google的卫星地图说 你看原来三峡大坝是这样 现在照出来已经扭曲变形了耶 好恐怖喔 马上就要 马上就沉不住要倒了 要溃堤了 好再来 记得吗 我们昨天讨论了 台湾花了钱支柱 美国有五个智库 其中有个智库 他说的话 你记不记得我讲了 我说这个Hudson Institute 就是哈德逊研究所 他向美国决策者提出 要卖给台湾急速炸弹 以便干嘛 我昨天特别强调 以便台湾可以威胁 对中共有政治价值的 非军事目标跟领导人 而且还要敦促美国决策者要承认 台湾的自治或独立 你看看 这个非军事目标 是不是三峡大坝 他们在搞什么 一直一直在讲 要轰炸三峡大坝 要怎么样 我一个一个问题来谈 人家说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在大陆网路上面的 各种的怪异消息都有 不是 国民党跟民进党都 国民党也是这样讲 民党也是说 大陆没有自由啊 所以 大陆网路上的怪异言论非常的多 前几天 有一位最近在网路上被封传的一位 大陆过去被视为鹰派的 军事上面的大校 叫做戴旭 因为戴旭有缘文章 但用他的名字 就在网路上封传 然后大家就说 一个鹰派的一个大陆的军官 现在突然改了口风 跟桥梁一样 有妹妹的言论了 戴旭赶快跟我讲说 这个文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假的 那现在也被证实了 但是台湾的媒体一样引用啊 甚至国民党 民进党 甚至蔡英文当局 还能来用桥梁用戴旭啊 还用房斌啊 然后来描述说 你看鹰派的人现在都已经妹妹了 好 同样的 这个黄小坤 叫做福建林德的黄小坤 跟那个在建筑研究院里面工作做研究员的黄小坤 不是同一个人吧 而这个黄小坤的真实身份为谁也不知道 好那至于水利部他所谈到的 基于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 所谓的大坝变形 是代表弹性变形 弹性变形是水利工程里面 在可控的范围内啊 根本不会造成危机啊 而就水利部来说 他们是专业性的部会 他当然告诉你啊 本身因为大陆进入了迅期 又暴雨的情况之下 当然要防着这个大坝出现了 所谓的弹性变形嘛 但还有讲弹性变形 可能一般人都听不懂啊 所以就讲变形了 那媒体可能也听不懂 就直接写变形了 那台湾一条变形 还得了啊 变形了 灾难啊 好兴奋啊 是 台独的人是很兴奋 没有错 所以新闻24小时连续播吧 所以他这个是把很多不相干的讯息 还有专业的讯息 还有假消息 假人全部都在一起 还有水利部 他当然要 不是洪水不来 是无有以待之吧 所以当然要做好防洪的准备啊 我们不需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吧 台湾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这代表会淹水吗 很多人说 以前有赫泊台风之前车 前车之鉴 所以要做好防台的准备 要做好淹水的准备 我小时候还遇过八七水灾 我家的二楼 我晚上睡觉 水就淹到我们身上来 淹到二楼床上 台南跟高雄 今年都还淹水啊 前两个礼拜都还淹水 那你可以说 我们做好防洪的准备 做好防台的准备 就代表一定会产生洪灾吗 好 那那个炸大陆的非军事目标 所以我回头就要来谈这个了 这就是非常严重的恶意咯 依照台湾关系法 美国只能卖给台湾什么武器 防御性的武器 所以台湾发展很多防空导弹 而是台湾能不能发展攻击型的导弹 当然不可以 我记得之前你节目里面 谈过云峰导弹 它的射程1500公里到2000公里 号称可以打到北京 可以打到成都 这是违法的 对 这是违反台湾关系法的 这是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 美国你说 他只敢偷偷的做 敢真的表现出来吗 何况云峰导弹在哪里 不知道 好 除了云峰导弹以外 台湾确确实实中科院 一直号称 我在做立委的时候 20年前 中科院在立法院 接受质询就说过了 他们在研发熊二一导弹 我还问他 美国有没有指导你们 有没有帮助我 我说有 那熊二一做什么 他不敢讲 熊二一就是攻击型导弹 当时就开始传说可以打到三峡大坝 给大陆个威胁 陈水缅实习吧 这个叫什么 叫毒蝎计划 之前你大概记得了 叫毒蝎计划 毒蝎计划就是用熊二一 去打三峡大坝 可是 能不能真的去做 当然不可以啊 因为你一做的话 那就是台湾在挑衅啊 那挑衅的结果 那台湾的下场是什么 这2300万的台湾人民遭殃嘛 就是台湾人就死不足席了 你去炸三峡大坝 你造成几百万人丧失性命 没有错 中下游整个长江 然后你毁灭了多少人 把台湾轰成废墟都不会有人 而且他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叫急速炸弹 对 什么叫急速炸弹 就叫做子母带 子母带就是说我今天打出去的话 我可以散发出去 散发出我们叫万母带 台湾已经有 他们在研发 但是也不能用 这个一样是攻击型的导弹 而且它是佩戴在IDF 金国号的战机 那我请问你 台湾即使有子母带 有所谓的急速炸弹 你能够用吗 你当然不能用嘛 你如果用的话 那就是你台湾挑衅嘛 你就是违反了用攻击型的武器嘛 那美国敢明的告诉你说 支持台湾用攻击型的武器去攻击大陆吗 当然不可以吧 好明明知道如此 你今天如果是个没受过知识的人 胡说八道 例如说王世坚啊 例如说陈伯伟啊 那我还原谅他 你今天是范世平 范世平是台湾师大的博士 台师大的教授 号称蔡英文的智隆 你跑出来在公开的场合 在媒体里面讲说台湾要打三峡大坝 台湾要用所谓的熊二一或云风导弹 或者用急速炸弹 要去打所谓的非军事的基地 就是三峡大坝啊 那我请问你 你这种说法是帮了蔡英文 还是害了蔡英文 是爱台湾还是要害台湾 他其实就是董哥刚才提到的 就是外省人的原罪嘛 故意要表现出来说 哎呀我对抗大陆我仇中 我要打大陆 用这个来消异个人的原罪 可是为了消异个人的原罪 治台湾生民如鱼肉 你不觉得很可比吗 任何人要搞台独 然后就要去杀大陆人吗 这个急速炸弹 或者说要用来要打大陆的非军事目标 这个是美国的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然后有拿台湾的钱 也就是说台湾给人家钱 叫人家美国学者高大上的 然后来说台独想说的话 董哥你怎么看这整个闹剧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人 就是说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把它极致化 譬如讲香港还送中 其实他的情节一样 那他们最近美国通过的 那个 对那个穆斯林新疆的法案 这些他的情况也一样 那台北法案那更不用讲了 他就是让你中国大陆周遭有些地方可以让你痛 我跟你制造你的纷乱 台湾可以制造你的纷乱 香港可以 新疆可以 所以我制造你的纷乱 你就必须要去应付嘛 那你的经济就会受影响 所以你今天看到所有这些东西 三峡它也是一个类似这样的例子 你要看那些反中的媒体每天都来报导 那其实这个已经讲过很多次是假的 那假的他们乐子不疲 台湾很多媒体也把它拿来讲 就说第一个三峡不安钱 哦怎么样怎么样 就像我们节目刚刚讲 第二个我们可以炸三峡水库 从陈水扁时代掉来讲 尤锡坤说你打我台北我打你北京 那时候就很大声 我打你上海 对我打你上海 我要打三峡怎么样都讲得很好听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 就是完全是一个反中的一个讲法 那这些有没有用 其实是没有用 你知道过去国共的仇恨结的最深的 就是1949年 国民党退来台湾了 那时候是仇匪恨匪 那时候是用这个字眼 然后下来呢 下来中国大陆想一起攻过来 先打古林口 再打大二胆 然后 1958年 又发动了83炮战 那时候是打的最厉害 美国告诉蒋介石 美国给蒋介石承诺 我炎子弹给你用 你来打 讲了三次 打大陆 打大陆 蒋介石记者 蒋介石那时候是仇委恨委的代表人 他是从中年被打到边疆 打到台湾岛 他不想好好的来教训共产党吗 然后美国艾森豪总统 还访问台北 他就亲口告诉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都有记载这三次的经验 蒋介石记者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的 你怎么可以用 这样凶残的手段 来对付自己人 来打中国人呢 要死多少中国人 我怎么干呢 绝对做不下去 那现在有人说要打三峡 你要死多少中国人 会有人 不要讲说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不是人 这个都可以来 就我怀疑你根本是不是人 你根本就不用怀疑 他根本就不是人 会讲到要用爆炸弹去轰三峡大坝 造成生灵涂炭的 死一条命都太多 那这些人 讲出这种话 脑子这样想的人 就根本不是人 所以你今天看到 台湾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言论 就刚秋毅提到的欢迎视频 这是一个外省人 父亲是一个中国大陆 来台湾的军人 然后驻扎在澎湖的时候 认识他母亲 母亲是澎湖人 然后为了要跟丽莹表态 这种多不多 秋毅的好朋友 姚丽玲 不就是也是这种吗 我们身边这种外省人太多了 太多了嘛 因为他一直要去表态说 我比别人更台独嘛 王定宇 媒体界 还有那个政治界 政治界 段仪康 甚至很多我要讲 甚至很多所谓的蓝营名嘴 都是 因为是外省人 有时候我跟他们同桌吃饭 听他们讲话 我都觉得 你知道吗 他们会不自觉的 会从内心去崇拜民进党的言论 是 觉得说 你只要是知识分子 你就应该跟民进党那样想啊 不是吗 董哥 所以我说 我前面讲外省人悲哀 其实也是外省人的一个情节嘛 言罪嘛 那其实也是一个投屏状 我为了表达 哦 我跟你们是同一挂的 所以我表现的比你还强呢 嗯 那这东西你看的都非常好笑 其实欢视频不值得讨论 因为他多数的言论都非常好笑 对 就是说你最后去验证你发现 他讲的都臭了你知道吗 那这种人是一个可笑的 一个蛋头学者 可以这样讲 但是你今天看到 我们现在是一个 言论很充分的 哦 一个世界啊 你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做比较 那你讲了很多东西 甚至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来验证你讲的东西 是真是假 是不是 哦 结果是不是你讲这样 可是没有人去验证啊 譬如说选举前 我谈论过很多次啊 王立强现在有谁要讨论 澳洲那个 从险完以后没有人讨论 因为蔡英文已经当险了 对不对 总统府 两个月前说他们被骇客 哦 拿了多少资料 结果呢 前台湾最厉害的骇客 不是叫唐梦啊 对啊 为什么不赶快把他坏蛋抓出来 唐梦不是神吗 是神啊 他可以抓出 谁害的总统府啊 赶快公布啊 所以 所以他 他没有办法抓骇客 所以那个共产党的骇客 这么厉害吗 是啊 所以一切都是他们在胡说八道 来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胡说八道很重要 因为掌握话语权 就會影响老百姓的脑袋 瓜 懂吗 美国 他干了多少的丑事恶事 可是呢他很害怕 因为所有的美国媒体他都可以控制啊 但他无法控制中国的媒体 所以他就想方设法 他要对付中国的媒体 记得吗 2月18日他已经把五家大陆驻美的媒体 列为所谓的外国使团 因为你是外国使团 所以呢 你就必须你的编制你的预算 你买什么房子你都要上报给美国国务院 你就完全被他控制 然后你的签证 你的人员多少都他决定 结果在6月22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这个Morgan他讲 根据外国使团法 国务院决定把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心社 人民日报跟环球时报等四家中国媒体 列为外国使团 所以就不再是媒体了 所以几乎现在到目前为止 已经几乎所有大陆大的媒体 都被他列入外国使团了 这是这样子 你知道背后他在干什么吗 这是文攻武嚇 美国的文攻武嚇 那大陆呢 大陆跟美国另外一个管道 也是在台湾的上空 因为美国也是军机一直在台湾绕绕去 大陆也是 大陆呢最近两个礼拜 绕行台湾总共八次飞机 总共八次都在台湾打卡 两个礼拜来八次 都是在台湾这边这边这样打 这边这边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那苏神堂说 看到中国还是不断的基建绕台 对区域和平稳定都有困扰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 苏神堂借美国公布中国军力评估报告 恶毒攻击大陆 挑动两岸对立 刻意混淆台独跟台湾 再次曝露顽固谋独的本质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这个同时回答了苏贞昌民进党 也回答了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你早一点洗洗睡 要大陆去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大陆在什么情况下要使用武力 第一台湾宣布台独 第二外国势力介入台湾 中国的内政 第三和平统一的希望终止 没有了 你国民党你是想要干哪一条 你告诉我 你不干这些事情 大陆就不会武力攻台啊 你干嘛呢 好 那陆委会讲说 这个中国啊始终无法 无法理解台湾民意 动辄以武力威吓 基本上就是对民主治理的畏惧 跟专制思维的讲话 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 那美国国防部 他公布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呢 他是讲什么 大陆飞弹数量 大陆的巡异飞弹 射程1500公里的 有2007到540颗 短程弹道飞弹 300到1000公里的 有750到1500颗 中程的弹道飞弹 射程到是1000到3000公里的 有150到450颗 远程导弹飞弹 也就是3000到5500公里的 有80到160颗 洲际飞弹可以飞5500公里的 说大陆有90颗 那这些人讲的这些东西 对照 现在大陆的军机 已经是定时来台湾打卡了 我觉得 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在两周之内 大陆的战机来了8次 而且这8次都进入台湾西南的空域 也就是所谓的航空识别区 确确实实 一呼寻常 两周来8次 这个频率太高了 他其中一定有贸力 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你要听好 你不要以为大陆真的不会动我 这样的一个警报 其实已经非常的明显 我认为解放军的军机 轰6K 运8 再加上歼10 还来了一次歼11 都是大陆整个空军的主力 都在台湾的西南空域 我认为有三个主要的动机 第一个 因为美国不断的 他的战机 他的B-52的轰炸机 还有他的电针机 不断的也是在西南空域 西南空域在哪里 就在台湾的南端巴士海峡到南海之间 也就我们要谈的8月 大陆要做军演的东沙群岛的附近 不断的在那里 那既然美国的战机 美国的电针机 美国的侦察机都来了 那我请问你 美国不是进入了中国的空域吗 对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好那我请问你 如果大陆的战机不过来 那不是代表 那美国愚居愚求吗 不是等于依照国际法 如果美国来进入中国的空域 而中国自知不理 那就被视为现实了 所以大陆一定要来嘛 这第一个嘛 好正好符合之前刚才讲的 武统的三大要件之一 有外国势力介入 第二个 台湾现在台奴猖不猖獗 猖獗得不得了啊 而且台湾内部反中的情绪 非常的高啊 在三五年前 有人说我到大陆去工作 到大陆去读书 一般的年轻人 还会很好奇的去问问看 到大陆的环境如何 有没有发展的空间 这三五年前 现在不是哦 现在你到大陆去读书 到大陆去工作 你不敢讲出来哦 讲出来别人就说你是通控 你是反渗透法要对付的对象 你是不是中共代理人 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社会的气氛不一样了 整个台独的路线非常的清楚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大陆要不要恫恶呢 当然要恫恶一下啊 也就是说你反分裂国家法要武统了 第二个要件和平统一无望 明显的你要搞台独了 当然就构成了武力解放的条件啊 好第三个 如果你准备要武统了 你准备要武力解放台湾了 那要不要试探一下军情啊 看看台湾的反应啊 收集一下情报啊 所以大陆的战机两周来八次 要试试你台湾空军的反应啊 要试试看看你台湾空军的部署啊 我们看武侠有说不是常有一句话吗 敌不动我不动敌落动我先动 既然要动了那我当然要知道 要知己知彼百真不代啊 所以我认为这三个东西都存在 所以我才讲嘛 两周大陆的战机 成群结队来八次 义夫寻常 代表可能武力解放台湾 已经不是只闻楼梯响了 已经有三与玉来丰满楼之事 董哥 这些人一直在叫嚣 当大陆的军机在绕的时候 他们就跳 当美国的军机在绕台湾的上空的时候 他们就洗 眉飞色舞 非常兴奋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啊 就台湾的上空只能由美军飞来飞去 大陆的过来 你干嘛你干嘛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然后国民党跟民进党一样 每天都叫 你给我承诺放弃武力 你是大陆那么傻吗 你承诺放弃武力 那台湾这边立刻搞台独啦 民进党是美国跟日本的一条狗 根本不用讲 你看那个狗的样子 但你看中国大陆 他现在的表现是怎么样 其实中国大陆他是少见的就是说 他对于主权 他是非常讲究的 因为那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基本嘛 那这个基本是什么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即使这一点 就整个中国来讲他是笔尖而已啊 对不对 他也不能少 比笔尖更小的钓鱼台 他也不能少 那你要表现主权是要用什么 就是金氏嘛 所以我们看最近的一系列情况 你就了然于胸了 印度 印度我们要争主权啊 可是有没有真的拿枪起来打 没有 用石头回到实际时代 就是我要表现出 我捍卫主权的方式嘛 因为中印有默契 有默契 大家不能开枪 不能打 不能开炮嘛 因为中印两国都是拥有核子武器的 是 你真的开枪开炮 很容易插枪走火 那最后高兴的人 就是中国跟印度以外的很多国家 是 那钓鱼台呢 钓鱼台你看大陆的海警船 已经光今年弃了11次 把日本的那个遗传都把他赶跑 日本很弃啊 所以那是我的 谁管你是你的 那本来就是中国人的领土谁不知道 所以他表现出我捍卫主权 那香港也一样 我为什么要定出国安法 对不对 这是我的 香港是属于中国的啊 同样对他来讲 台湾也是啊 所以 我没有说怎么会到台湾领空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那最主要是怎么样 过去 大家觉得比较没有挑衅 是因为 美国一直在飞 外国人都可以飞到我中国领空 我为什么不能飞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括南海最近的动作这么多 而且他已经公布 我要演习 他演习的日期都公布了 所以你光 刚 听我这样讲 这五个地区 都跟主权有关系 只要是主权 任何一个中国人 尤其他的军队 他一定要表现出我捍卫的动作 那所以看到这些 其实不用太奇怪 所以不管是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 你真的想要把台湾 从中国的领土拿出去 你早点睡好了 比较 比较心里会健康一点好吗 就你可以不用做中国人 没有人吸汗 真的 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它不可能改变 我们不会放弃 那至于很多台独 要我滚出台湾 滚回中国 我本来就在中国 我本来就在中国的台湾 是不想做中国人的 不管你是台独港独 你滚出台湾 给我走 外国势力给我走 当然我知道很难 因为台湾现在牢牢的 被美国跟日本的势力掌控着 但是你知道吗 北斗已经发射成功了 你知道北斗发射成功 什么意思啊 中国人加油 不得了 快可以 走